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在毛主席弥留之际 中央领导都去看望他 毛主席都没什么反应 但当看到叶剑英的时候 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用眼神示意他过去 当时叶帅正在悲痛之中 没有注意到毛主席的这个举动 直到出去病房后 毛主席的护士出来叫他 他才回去 趴在主席的嘴边 听他想说什么 但是毛主席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只是张了张嘴 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叶帅知道 这个时候毛主席找他 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 就握住毛主席的手 毛主席用手指在他手背上动了几下 终究还是没有任何信息表达出来 叶帅只能遗憾的离开了 毛主席之所以在弥留之际找叶帅 自然是因为他对叶帅的器重 想交代他一些大事 正如他曾评价叶帅的两句诗 诸葛一生为谨慎 屡端大事不糊涂 纵观叶帅的一生 屡屡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做出重大的选择 是一位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最有代表性的就有三次 叶剑英很早就跟着孙中山到革命 深受孙中山的赏识与器重 在陈炯明叛乱时 正是叶剑英不为艰险亲自护驾 才确保了孙中山的人身安全 也保住了革命的方向 蒋介石对叶剑英也非常器重 在北伐中任命他为新编第二时市长 然而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 叶剑英却依然选择了反蒋 因叶剑英的特殊身份 他的起义在国民党军中影响极大 很多有志之士都跟着他一起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叶帅的第二次重大选择 是在1935年 1935年6月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 在四川茂公胜利回师 然而张国焘却生了二心 企图夺取红军的总指挥权 夺权失败后 张国焘又企图分裂中央 密电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率军南下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 如果张国焘的阴谋得逞 对红军的打击将是无法估量的 因此心系如发的叶剑英 时刻都在注意着他们的动向 一天下午 张国焘等人正在开会 叶剑英通过情报人员得到了那封密电 然后不动声色 接上厕所之机离开会场 一出了会场 叶剑英立刻跳上马 向中央驻地飞奔 将密电送给了毛主席 然后由飞马回来继续开会 会场的人都还蒙在鼓里 正是因为叶剑英送来的这封密电 党中央才及时发掘了张国焘的阴谋 并迅速做出反应 打破了张国焘的阴谋 也许张国焘怎么也想不明白 毛主席是如何知道那封密电的 后来毛主席在一次大会上表演说 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 他救了党 救了红军 救了我们这些人 叶帅的第三次重大选择 就是在1976年 在当时 不管是华国锋还是邓小平 都没有叶帅的威望高 只有叶帅出面才能稳住大局 在这个时候 叶帅择无庞贷地站了出来 协助华国锋力挽狂澜 并在随后力推邓小平的付出 才让中国人迎来了一个上市 这就是叶帅 刚柔相继 能屈能伸 每到关键时刻 都能守住大姐 勇于决断 确保了中国这艘大船 平稳前进 好了 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课站 王美丽 每天都在